大家好,我是雲丹 Loo-Chan Loo-Chan的顏色 有些白色的顏色 今天我要去Loo-Chan的皮膚科 那是啤酒嗎? 哈哈哈 給大家看我的臉 最近長了一個東西在這邊 差不多從兩天前開始 這一塊就紅紅的 我本來想說我就不要理它 不要管它 可是沒想到就是 越來越紅 然後現在就是有兩顆凸起來的東西 而且會痛 就是現在會痛了 好痛 嗯,好痛 心拍 嗯,變好痛 因為我們兩個要去看皮膚科 所以想說就是不要化妝 然後就去給醫生看 這個到底是什麼東西這樣 那日本的醫院幾乎都只開 平日的早上跟中午跟下午 所以我們兩個剛才就在找說 禮拜六的下午有哪家店有開 就早超久的 而且因為日本雷的醫院很多 所以他很認真看他們的那個口誌 就是看病人的評價 不然很容易才要雷 不然很容易才要雷 因為很多網站在近的地方 就在那裡找到 那裡找到了 ちょっと遠的地方 也有很多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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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裡面 也有很多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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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危險 在日本看醫生超常才要雷的 就是 欸,覺得這家感覺不錯 進去 結果就是大雷 所以大家如果在日本看醫生 一定要好好查資料 而且我最近實在看超多醫生的 不知道為什麼今年就是 可能運氣沒有很好 就是各種地方都出問題 然後文章都會帶我去看醫生 我好像很喜歡帶我去醫生 為什麼? 我要一起分享 謝謝 好,那我們就走吧 希望沒事 好可怕喔 走吧 我們看醫生的心得 然後也給大家看一下 我真的拿到藥 我真的拿到藥 日本的病院 最初去到時 絶対問診証 必須不必須 今天有什麼症狀 還有現在喝的薬 還有個人情報 必須不必須 有什麼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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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就被請到另外一個地方去 本來是想說 因為畢竟文章是日本人 他的日文比較好嘛 讓他去聽醫生在講什麼 這樣比較不容易聽錯 可是因為文章被請走了 所以最後還是靠我自己這樣 因為我今天去的那個皮膚科 他們說他們主要是以美容為主 就不是完全的皮膚科 所以就是開著消炎藥給我 然後還有比較不會刺激的化妝水跟乳液 所以我應該是被蟲咬到的啊 然後應該一個禮拜擦藥就沒事了 那如果我變得更嚴重的話 我可能就要去找比較正式一點的皮膚科 再去檢查這樣 應該是會沒事啊 我擦藥再來觀察跟大家講 那我今天這樣子看醫生的錢是 1220日元 其實還蠻便宜的 因為還有加粗整料嘛 可能台灣人也覺得很高 但是在日本也覺得很高 嗯 嗯 我想想要兩三千元 我會覺得很高 那我會覺得很高 我會覺得很高 那我會覺得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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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般的日本醫院啊 就是你去一次之後 他就會給你這個 像是會員卡的東西吧 如果你有約下次的話 就會在這裡寫得很清楚說 你下次預約什麼時候 就是幾乎每個地方 都會有像這樣一張卡 然後是關於領藥的部分 我覺得台灣有些店家 可能也是跟日本一樣 可是我在台灣看的醫院 還是幾乎都是在 直接當下就可以 跟那個醫院拿了 可是日本的話 通常都是醫院 會給你一張廚房簽 上面就是有一些 你需要用的藥 然後你要拿那張藥單 去附近的藥局 跟那個藥局 申請拿藥這樣 然後再支付另外一筆藥的費用 那給大家看一下 醫生開給我的藥 那這次醫生開給我三種藥 那這次醫生開給我三種藥 第一個是這個化妝水 它是比較不刺激的 就是全臉都可以塗 那第二個呢 是那個像乳液的東西 那他說這一罐比較刺激一點 所以不能拿來擦 就是一些皮膚比較薄的地方 然後醫生要另外開一個這個給我 這個是消炎的 就只要擦我這個紅紅的地方就好了 就只要擦我這個紅紅的地方就好了 對 可愛捏 其實在去拿藥之前 醫院的護士就有大概講一下 藥要怎麼用 可是我記不太清楚 因為沒有紙嘛 然後去藥局拿之後 就是其實日本的藥局幾乎都會附這個 這樣子就會寫得很清楚說 這個藥是什麼 那它要怎麼使用 擦的地方在哪裡 其實我自己覺得 有附這個蠻方便的 因為有時候藥給的很多 你就不知道怎麼用 這樣子寫得很清楚的話 就一定不會出問題 但是先生一週間就治療了 對 先生我相信了 其實我覺得我這年還蠻衰的 各式各樣的出問題 那身體有很多問題 其實我最近不只是看這皮膚科 還有在去看其他科都有看 就覺得好像最近運勢不是很好 然後我就上網查 我就發現我今年犯太衰 我媽媽救了我去幫我求說 讓我的運氣可以好一點這樣 這樣 努力 我又不是秀酒 好啦 每次他叫我Q不秀酒 我就覺得很丟臉 其實我自己也覺得Q不秀酒 有點不好意思 因為我也不是少女了 好 是這樣子 那希望我這個 擦一個禮拜的藥就可以好起來 好 那這個影片就這樣子啦 給大家聽一下 在日本看醫生大概是什麼樣的感覺 然後我一直都會跟著我 我一直都會跟著我 有些人的感覺 謝謝 對不起 沒關係 不客氣 不客氣 對 謝謝地說不客氣 不客氣 對不起地說不客氣 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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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不客氣 越來越好 中國語 好 那這個影片就這樣子 大家見 拜拜 拜拜 その後ヒリヒリしてる感じがして ヒリヒリしてくるとね 擦り傷っていって傷がついてるんだよ かさぶたみたいなのができるから それ落とされると治んないから 落とさないとってくれる マスクでも結構やられちゃうんだよ 体調保診じゃない? 体調保診じゃない? 体調保診はね、形からしてね お母さんすごい心配してる 体調保診はね、こんな感じになる で、これマスクが当たって擦り傷状態になるからね で、塗り薬がね、このクリームのやつが出てくるから 1日気になったら何回でも塗ってください これは日焼けしないから大丈夫だから で、ただ夜だけお風呂出て化粧水つけるじゃない その回ここと気になるとこれを塗った後 夜だけこれを塗ってくれる? 赤出ました で、これ昼間塗ってもいいんですけれど これを昼間塗るとね、これは水でできてるんだよ こっちは油でできてるから日焼けする だから夜だけ使ってください 塗ってたあまり変化ながって言いにきてね わかりました かさぶたは絶対剥がさないようにしとってください はい、じゃあ出しておきます あまりよくならないようだって言いにきてください 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はい はい、どう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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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また会いましょう また会いましょう バイバイ バイバイ 君と終わらない歌を歌おう たとえ夜が明けようとしても お祭り気分で行けばいい 今この時が大切だから